第千灵二十二集 啊 乌龙悔 乌兄你回来了 有人发现他们两人顿时惊喜大声呼唤起来 所有人都被惊动一下子起身向这边望来 这两人最早离开都以为他们死了 结果这时居然完好无恙的回来 天神族的嫡系传人罗坤宇立刻闭嘴 他刚才还说乌龙悔死了 结果这两人立刻就出现了 本家 你你可真厉害 负他命他造化他 拥有玄武血脉的黑玄 探过来一只大黑脑袋 我就知道我们归族长寿 乡香蕊 对于这种问候 欧阳峰觉得肝疼 但还不能拒绝人家的好意 强几出笑容对他点头致意 这几天我堂妹可担心坏了 黑玄继续补充 冲欧阳峰弩嘴示意 另一边一头黑色的山龟正在冲欧阳峰眨眼 露出甜甜的笑意 在归族中可谓是风情万种 欧阳峰搜的一声倒退两步 浑身寒毛竖起来了 直接打了个冷颤 而后一缩脖子 感觉尿急 他再也不敢看了 想着躲着黑玄与他疼妹 这种妩媚 这种妖娆 他可吃不消啊 各位 各位都过来 有大事件发生 欧阳峰转移话题 一副表情十分严肃的样子 众人一阵 都露出了惊容 吴兄 欧阳兄 你们回来了 正好 赶紧过来 我们正在谋一大事 这时秦洛因开口 带着艳然的笑容 亲自从远处走来 招呼楚风与欧阳峰 让他们过去 许多人羡慕 那片地带 有一群最顶级的天才 都是各方势力的代表 这次 乌龙回与欧也一回来 就被邀请过去 这也是认可他们的身份 与地位 仔细想一想 那里也该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毕竟 一个拥有人亡血 一个是霸身体 都是震骨朔筋的血脉 欧阳峰问道 混沌天神宫的使者 还没有回来吧 秦洛因浅笑 明眸好耻 先不要说这些 二位赶紧 这边请 有事相伤 这时 楚风忽然一正 然后出神 最后发呆 因为 就在这一刻 他聆听到一种声音 有人在喊他 爹 一刹那 他被雷了个外交理 那直接傻眼 谁这么不要脸 称呼他为爹 这是开玩笑呢 还是脑子出问题了 然而 他却寻不到源头 那声音太模糊 是发散性的 听得很不真切 秦洛因浑甲内的一团雾矮中 小道士无比焦急 他能感应到附近的情况 但是 稍微远一些的地方 却力有未歹 而且他想传音的话 太艰难了 他体外 来自轮回动的雾矮 虽然可以保护他 但是 也将他隔绝了 很难将精神传递到外界去 无法顺利交流 他跟自己那位亲爹 相距应该不是很远 他的生命印记在共鸣 可却也仅仅能吸引到 对方的一点关注而已 爹 救命啊 我是你还未出师的子嗣 是你亲儿子 另外你有大祸了 你能听见吗 他大吼大叫 但是 只传出一缕 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精神 才到外界就散开了 断掉了 听到楚风耳中 那就是断断续续 什么亲爹呀 救命啊 子嗣大祸等词很不连贯 然后楚风仔细寻觅 用他强大的精神感知力 排出附近的人 凭着感觉向前走去 他很专注 隔绝其他 甚至连秦洛因都被他忽略了 不过 他却是在向秦洛因那个方向靠近 这边请 秦洛因招手 他风华绝代 哪怕是精神体 此时化成人形也婀娜多姿 身穿五色斑斓魂甲 略显一缕英气 美丽不可芳芜 无愧为女神级人物 欧阳风与楚风都在向前走 跟上他的脚步 这时 楚风再次听到微弱的喘音 因为小道士在发疯般的折腾 高声呼喊 君弟啊 我还指望你救我呢 可是现在你自己都危险了 小心哪 楚风没有听全 但是心头却是一阵 他模糊的听到危险两个字 这是有人示警吗 他输的止步 与此同时 欧阳风也听到黑玄暗中传疑 本家 你问混沌天神宫的使者 回来了没有什么意思 他在不久前回来了 刚才跟一群最强大的天才 正在密意呢 欧阳风也刹那停下 毛子中射出可怕的神盲 神色一下子变冷了 吾兄 欧野兄 还愣着干什么 这便来 原初 师族继承人言落哈哈大笑 冲他们招手 那里 盗子 金黎 佛子 世红 羽化身体 硬无敌 袁世成 硬哲仙 朱雀仙子 袁袁等人都在 然而 楚风与欧阳风 却倒退了几步 跟他们拉开距离 刹那 感觉到威胁 严肃的戒备起来 对面 那些人是何等人物 一下子就知道 这两人有所察觉了 顿时有人喝到 拿下他们两个 言落 更是下令 跟他们师族交好的天才 封锁此地 准备 秦火 无轮回与欧野 同一时间 应无敌 秦洛伊 金林 道子等也都脸色微沉 吩咐众人包围此地 不要放走这两个人 下一刻 混沌天神宫的师者 罗世荣出现 从一块巨石后面 缓缓走出 脸上带着 淡淡的笑意 楚风与欧阳风 见到他 一下 刹那间就猜到了 很多东西 无轮回 欧野 你们还有人性吗 罗世荣 大鹤 出现之后 直接发难 楚风反应迅速 不像他这样 为了激起众人的情绪 等这样叙事 而是直接 口出本质 他想 先对方一步 揭露真相 无耻的东西 你勾结这片世界的生物 楚风大鹤 可以说跟对方 抢时间再次发难 卑鄙的贼人 你害死通道 欧阳风也反应神速 果断大吼 罗世荣没有慌乱 但是却不再叙事 迅速传音 强行用恐怖的精神能量 打断他们 这是一个准金身级高手的精神波动 你们两个叛徒 还想倒打一耙 恶毒无比 害死很多位通道 心肠都黑了 挡住 不得不说 这个人非常厉害 准金身层次的传音 如一道惊雷 在这片地带震荡 真的所有人身体摇动 暗自心惊 这要是交手的话 有几人是罗世荣的对手呢 欧阳风气得跳脚 被恶心坏了 这个人太歹毒 居然恶人先告状 说他们两人背叛自己的宇宙 勾结这个世界的人 居心叵测 太不是东西 楚风一看硬无敌 袁世成 金黎 世红等人的神色 他立刻知道 现在说什么都有些晚了 这罗世荣提前回归后 早就跟一批重要人物密遇过 泼出了很多脏水 之所以 没有当众宣告 估计是怕他们两个回来时 有人暗中对他们传言示警 这是想将他们引进绝地中 确保可以万无一失的击杀 楚风心中怒火跳动 居然被人这样责难于苏安吉 毫无疑问 罗世荣提前回归 占据绝对的优势与主动 一下子 让楚风与欧阳风 处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中 若非我有天赋神迹 顺风耳 这次我们所有人 都会被这两个狗东西出卖 会被他们害死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罗世荣在那里感慨 向大众解释 而事实上 他已经对金黎 世红 应哲仙 秦洛音 袁世成等解说过了 直到现在 楚风他们落网 也可以让众人知道了 楚风与欧阳风心中顿时一沉 立刻知道哪出了问题 此人 居然修成了顺风耳 这种绝世神迹 简直就是麻烦的源头 显然 楚风与欧阳风 发现此人勾结这个世界的 类人生物时 对方可能也在暗中聆听到他们的动静 楚风可以在精神体状态下 动用火眼金睛这种超神级本领 对方显然也能在灵魂状态下 施展顺风耳神迹 发现他们 事实上 的确如此 罗世荣与那群骑兵遭遇 为了活下去 他不惜告知自己所在宇宙的种种秘密 并说愿意配合对方 将所有过来人一网打尽 供对方所属的神明研究 在最后关头 他心中坠坠无比小心 动用顺风耳神迹 探查四面八方 正好感应到楚风与欧阳风远去 且听到他们只字片语的交谈 那一刻 他第一反应 自然是杀人灭口 立刻告知那只骑兵队伍 火速的去追杀 然而 楚风与欧阳风速度 快是一方面 期间 还发生数股规模较小的受潮 便是那只骑兵队伍 也不敢追过去 只能躲避 因为他们人马太少 不能对抗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